6日张家辉邀请一众好友包括曾志伟 梁家辉 吴君如 邱淑珍等一同观看其主演的电影 《激战特别放映场》 个人精大赞家辉表现出色 演戏已经炉火成青 但当导演张家辉还是新生儿 不过他就聪明地抓住了话题舌头 抢先把早前轰动全球的加拿大华裔兰克尔命案的悬疑元素 融入指导的鬼片于来神宫中 看来这导戏首秀是有望一炮打赏了 可外界批评他对死者不尊敬的声音 也是铺田盖地而来 我只是当中能够把一些泄气上的一些想法 投放到哪个电影里面 一点都没有不专敬 或者是在一些大家看见难过的事情上面 再去雪山骂寺的那种 或者是不专敬不专重的那种 其实我只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设计上去 去混用这个剧情 兰克尔事件固然轰动 但近来的训风链可谓全程瞩目 日前杂志又爆出惊天猛亮 原来周迅搭上谢霆锋是为了报复梁朝伟 这般峰回路转令看客们再度云里雾里 赶草当日在场的吴君如早前才以为在一同庆生 该多少知道一点内幕吧 什么新闻 你说周迅童和亭峰擦着了 但是是激劳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我没听过 没有没有没有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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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